海关4月1号开签实施贵金属及保锡交易商注册制度 有珠宝业界划会配合海关执法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当局应该简化申请程序和减少行政费用 4月1号起任何人买卖金、银、珠宝和手标等 又或者在交易中担任中介人 每单交易涉及12万或以上就需要向海关关长注册 A类注册只是容许电子支付交易 B类可以同时用电子支付及现金交易 B类注册人另外需要进行客户尽职审查 记录买卖客人的身份证资料 并且避存五年以便海关抽查 有珠宝业界认为做法不太困难 对生意影响不大会配合新智人 在现金来说真的不多 登记他们的身份证我们会有一个尊贵 它会放好保存它不是其他人可以接触到的 会跟随私隐专员署那边的指引 我们会做好所有的保密 把它放好它 当局设立九个月过渡期 提早申请的商户可以豁免注册费 有立法会议员说所有额外的费用应免责免 海关说新制度符合国际打击洗黑钱要求 对香港珠宝业长远的发展也有帮助 因为我们今次的修例是会进一步完善了 我们整个反洗钱的制度 我相信是会进一步增强海外参展商对香港的信心 香港海关将会为业界提供清晰的指引 去帮助业界去识别这些关联的交易 去避免有人刻意去拆单等等 海关说任何未经注册的商户日后经营12万块以上的现金 和非现金的贵金属和保石交易都属于违法 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 无先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